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防范植物疫情风险保障人民权益的需要 民进党当局却刻意歪曲 把技术性问题恶意解毒 积极攻击抹黑大陆 这充分暴露出他们的一贯做法 凡是涉及两岸事务都要进行恶意操弄 说明他们既没有意愿 也没有能力解决实际问题 只能靠污蔑大陆来回避自身的责任 朱峰联最后指出 农产品安全问题同农业生产生态安全 食品安全及人民权益息息相关 我们一贯高度重视 会继续采取严格措施进行管控 对于大陆暂停进口台湾菠萝 民进党非但没有反思 岛内生产的菠萝哪里出了问题 力争恢复正常出口 反而想让岛内百姓帮忙解决问题 大肆鼓吹吃菠萝挺台浓 竟想用吃的方法解决卖的问题 在猜英文的大对下 绿营政客纷纷在社交媒体发文 呼吁大家吃凤梨 更有绿营名嘴 称台湾百姓每人每天吃18公斤凤梨 连续吃两周就可以解决滞销问题 不禁让人一笑大方